由南加州华人发起并由美中各大协会共同组成的网红经济联盟 之前在洛杉矶举办首次网红经济论坛 网红经济联盟庆典以及第一届卑秘网红经济颁奖典礼 由美国浙江总商会主办、美国中国留学生组织协办 美国浙江总商会会长林光是活动的总发起人 网红经济直播带货在中国已经非常之所 所以说我们这次来借着这个机会就是直接就可以在美国复制 所以在将来大家都可以看到网红这个赛道在美国会加富欲小 格莱美奖创始人Mike Graney 奥林匹亚艺术奖创始人Olympia Jellini 美国国际纪录片协会IDA创会主席Harrison Engel Henrily Patov,Stephanie Spruill等好莱坞知名人士都清零当晚的活动 好莱坞制片人Peter Luo被颁与电影制片人网红悲蜜奖 他的投资团队投资的致命感应 Scary Stories to Tell in the Dark,疯狂富有亚洲人,中途岛海战等名片 让他这五年在好莱坞声名大噪 奥斯卡奖得主Richard L. Anderson夫妇也参加了盛典 他以夺宝骑兵而闻名 并在1981年获得了特别成就奥斯卡奖 网红经济联盟是注册于加州的非盈利性组织 在全球经济低迷背景下 国际网红经济联盟应运而生 联盟认为网红和素人主播的带货直播和短视频销售 无疑是突破世界困境的一条重要赛道之一 网红经济联盟将于短视频直播平台 YouTube、Instagram、Meta、TekTok、Snapchat、Twitter、Amazon Life、Uplife、BeagleLife 推动世界网红经济的增长 凤凤卫视点捏罗杉矶报道